这边就是小米普洛版那个刷机包啊 有提供线杀我卡刷的 它的系统呢都是MIU13的 大家想刷回来可以对它进行下载 然后呢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就很轻松的完成刷机了 然后我们下载一个刷机包 然后在一个电脑里面做个实信的一个刷机啊 人们常说过去是回不去的 感情也是回不去的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不是绝对的 这个手机的系统可以刷回以前的版本了 这个东西是 所以呢这个说法不是万能的 全部都是对的 这个视频来告诉你自己怎么刷机 怎么在家一台电脑 一个手机 一个数据线 一个刷机包 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刷机的一些困难 这个视频不只是告诉你怎么去刷机 同时还告诉你 不要浪费时间去不该去浪费的地方 同时你学会刷机之后 对一些身边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以后的手机刷机系统也是有一些基础所在 对刷机存在的问题 大家在视频的回复要仔细看一下 我有提供刷机失败的一些原因 和一些粉丝加入的方法在里面 这边的就是旗舰手机小米12pro版的 每个手机呢使用同样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问题出现了 还玩后呢 就是有一批网友在吐槽和一些讨论大会 给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赤果韩文流畅的一批 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吗 好了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小米的解锁软件 看这个画面是什么样的 点开这个文件 然后呢 点击同意登录他的账号 输入时候要记住密码不难非锁的 然后这个登录账号后呢 被检测这个小米账号是否解锁了 我之前有更新过的 大家开机都首先要按下音量键的下键剪键吧 就是平时剪下音量那个键 然后再按那个电源键 这样子能保证你开机的时候 他能进入那个工程模式 我之前有刷过机啊 但是现在我是给大家模拟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我现在我的那个手机是该设备解锁是非清理所有数据 大家在那个解锁之前要把那个收集给奔备份一下 都备份你一份 不然你的所有手机里面所有的收集会把它清理掉的 我的手机系统之前有刷过 但是我觉得那个04版的系统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太喜欢 我现在把它刷到05版了 大家看到我现在我的设备之前 我是已经刷过了 然后它是已经解锁不用我解锁 如果你的手机是第四解锁的话 它会显示这里要登登录你那个小米账号 到这边的话 你要点解锁 它会到这边检测检测 然后就检测完毕 检测完毕的话 你不要开机吧 你手机不要开机 把它关掉重新进入那个 这个线刷软件 就这个 双击点 然后双击打开 然后选择你要刷那个米优的版本 我现在要刷那个米优12.05就这个版本 然后大家写到这一层嘛 那大家 点加载设备 看到没有 然后你的编号就是1 我的就是1 这是我的设备 如果你 编号这里如果是0的话 你被刷不出来 因为可能是你有些bug的问题 然后下面还有那个下面这个 全部删除保留用户数据 全部删除并log 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全部删除并log 因为你你解锁的时候 他已经把你全部数据都删除掉了 然后直接点全部删除 然后就点刷机吧 现在有个问题 他刷不了 什么原因我看一下 然后手动选吧 我之前也刷到了这个地步 出现了这个红线 这就是等于刷机是失败的 然后我知道有个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昨天刷机 是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那我昨天晚上研究到了23点30分 我觉得太困了就睡觉去了 早上我就再一次研究了一下 而我知道这个bug在哪里 他这个文件里面有个文件有错了 大家要找到这个文件把它给修改一下 然后把前面那两行给删除掉 然后大家单击右键 编辑 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两行给删除掉 二点保存 如果不保存的话也是打不开的 大家一定按照我这个步骤来 不然你们的那个所有操作会功亏一篑 大家看一下这个奇迹时刻会不会收线 加载了一下 好我们点刷机 现在现在就是可以了 大概等两三分钟的时间 他就把它刷接好了 然后你的手机会重启 大家静静的等待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照我那个那个操作步骤 把那个里面的那个文件修改一下 不然你的刷机会不成功的 行业人都说刷机要趁紧的 不然都是两行内 刷机之前呢 我劝大家要把所有备份的东西要备份好 不然你的所有数据钱都会 一无所有 弄东西太烦了 把它刷了一下 我没有我没有把它背中 把我所有东西都给删掉了 刚好我把那个他的那个小米账号 我有三分色的数据 他上传到了那个云端里面 然后我装了系统又把它下载回来 对我损失还是蛮大的 好了目前的状态是刷机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打开手机去看一下 还有呀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打开手机的